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月 也就是这个星期天 12月15日签字呢 目前大家呢 既是不敢确定 也是不敢否认 所以股市呢 是一会儿轻微上涨 一会儿轻微下跌 都是呢 不敢动 因为你说它万一签字了 周一肯定就是大涨 对吧 那万一没签字呢 周一肯定大跌 那所以说现在呢 大家可能会等到周四周五 看看没动静会卖出一点 要不然现在可不敢轻易的动 这一旦上涨的话 错过了 就是5%到10% 那么在这个澳洲方面呢 昨天是轻微下跌0.3% 收盘在6717点 中国方面则轻微上涨 上证指数涨0.1% 深圳涨0.4% 那么在欧美方面呢 整体也是原地不变 上下的变化呢 都在0.1%到0.3%之间 美国三大指数也是轻微下跌 大约0.1%左右 那么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也是维持在低位1465附近 而石油价格呢 则稳定在58美元以上 这也是侧面说明了 现在的避险情绪相对还不是特别浓 那么一件坏事要出现 或者大家觉得要出现 金价必然 那个时候会大涨 那么在数字货币方面 目前也没有动静 依然是在7200美元上下 这也说明呢 这个中国打压数字货币之后 目前的数字货币是迎来了一波低潮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是 过去两年 这个日子一直不好过的澳洲的银行业 我们知道呢 澳大利亚的银行业是属于垄断性行业 其中最大的四家行业 四家银行 几乎占据市场份额超过80%以上 剩下的一些汤汤水水是给剩下的十几家大家一起分 那么既然银行这么赚钱 自然股民就会赚钱 然后呢 这个贷款轻松之后呢 咱们投资买房贷款也会容易 房价也能上得去 大家都能开心 政府收的税也会更多 那为什么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政府还要打压这个银行业 搞出一个什么皇家委员会逼着大家辞职的辞职 暴跌的暴跌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钱之外的事 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啊 这个澳洲的银行业用一句咱们现在的网络用语说呢 就是我真的太难了 有多难呢 四家银行里面有三家的董事长和CEO被迫辞职或者是提早退休啊 股价呢 纷纷也是出现了暴跌 少的跌20% 多的跌了30% 甚至于35% 这么高的下跌 通常只会发生于金融危机这种时候啊 那么呢 特别是在今年6月我们知道呢 澳洲央行是降了三次利息啊 6月之后 5个月之内降了三次利息 但是呢 这个银行股的股市呢 虽然短期之内有所上涨 但随后啊 涨了没多久 又爆出一家丑闻 又可能是要罚款加上换人 结果呢 其他三位兄弟呢 股价也一起下跌 大家也是不禁要问 这个大家都能赚钱 股民赚钱 银行开心 政府开心 投资者开心 房价上涨 这么好的事儿 为啥要把它打断呢 其实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的并不是钱了 这句话应该说在中国和美国是不适用的 但是在澳大利亚 应该说它的道德标准非常的高 有的时候呢 不仅仅是像银行 我们知道即使是在现在 澳洲的经济没有像之前这么好 甚至于我们之前说到的 有可能会陷入衰退之际 他每年依然接受着5000至1万名人道主义签证 换句话说就是难民签证 这难民签证拿进来之后 那就得拿钱去供着养着 我们知道之前啊 坐船过来的有一船难民被压在了岛上 其中有一个生病 澳洲政府是派了飞机过去把他接回来 看完病之后再给他送回去 前后两个星期花了40万澳币 惹得大家是非常 媒体也好 民众也好 是怨声载道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实 也许大家是不知道的 在澳大利亚 对于残障人士来说 澳洲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应该说是顶级水平 有多么顶级呢 如果你是比如是瘫痪在家 不能工作 你最多可以有四个护工专职来照顾你 每周可以送你出去购物 看电影 玩游戏 甚至于圣诞节送礼 这些钱全都是纳税人买单 平均每一个残障人士政府的开支是17万澳币 相当之夸张 我们认识的有一个会计师专门是做这一行的 给残障人士的发票向政府的报销 那么他说到有一些残障人士的开支 每年甚至于超过了100万澳币 天呐 我们知道澳洲的平均工资是8个人 8万块钱 8万还不到 7万5 10 100万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要15个纳税人所有的收入支援是一个残障人士 我这里并不是说不应该照顾 我是觉得花100万澳币一年 这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但是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在澳大利亚应该说它的这个道德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 有的时候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些福利太高 因此而被滥用了 那么这其实呢也是从侧面说明了 很多时候呢 这个包括政府也好 民众也好 媒体也好 他们看中的不仅仅是钱 这个从另一方面来考虑 我们知道刚才说到了银行股价上涨 股民开心 房地产上涨 政府多收钱 原本是一件好事 但它却偏偏因为爆出丑闻之后 要打压银行 股价下跌了30%到40% 实际上每一个纳税人的养老金都会有损失 但是打压银行业 没有一个人说怨神载道 也没有一家媒体说不应该这么做 所以大家呢 都是支持政府打压金融和银行业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这澳大利亚的老百姓 或者说媒体的这个标准 的确是相当之高 当然了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呢 其实这也是给予我们普通散户一次机会 因为正常来说 银行股的股价是不可能在 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呢 出现40%的下跌 所以像在这今年4月份 我们推荐的国民银行 包括在现在我们重点开好的西泰银行 都是呢 因为这子这个 比如说是反洗钱法或者其他的一些丑闻 但是他们并没有伤筋动骨 即便是换了CEO 即便是换了董事长 但是只要银行业的垄断机制没有改变 那么他们的盈利 始终将会是非常的暴力 那么说完这一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实际的这个说到了国民银行 那第二个话题就说到 咱们今年4月开始推荐国民银行 当时的股价是24澳元 到今年的11月的时候呢 最高冲到了30澳元 但是从30现在又下跌回了 现在的不到这个25块钱 可能是25块零一点 有很多客户呢 在24 25 26 27买入的都应该是盈利的 但是如果没有在高点抛掉 那么很多客户如果是在29 30买入了 现在即便扣除了股息 依然大约会有15%的亏损 所以说呢我们也遇到客户说 哎呀我国民银行买了之后呢 亏了这么多钱啊 这怎么办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如何下次尽量减少这样问题出现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呢 在任何的投资里面 永远它不可能是只赚不赔的 即便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10个股票 或者8个股票 也绝对是有可能 其中有一两个 甚至于两三个 甚至于市场或者我们运气不好 8个全赔也有可能 只是我们会尽心尽力的 会为大家做一些调查分析 推荐我们自己认可的 人神仙都有错 更不要说是普通人了 第二我们要说的是 这个时机非常重要 或者说做事一定要果断 比如说像今年4月份的 这个国民银行的24块钱 如果你觉得它好 你如果你觉得它 你是看好它 你可以在24买入 25买入 26买入 但是如果你再等待 到了27 28 29 到了30 这个时候你再买入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铁定 会被第一波当韭菜割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永远记住一个20法则 什么叫做20法则 就是大部分在澳大利亚的庄家和机构 他们的盈利点或者第一波的出厂点 是控制在当获利达到20%的时候 也就是说如果从24 25开始计算 20%的盈利大约就是在29到30澳元附近 这个价格区间就是第一波当时进厂人出厂价 因此我们如果我们散户投资者 大概知道它从24 25上涨的 那么在底部买入的那些大庄家 在第一波出厂的价就是在30左右 所以当了到了30之后呢 国民银行目前再次回调至25附近 算上它的股息成本大约是在26 实际上这个价格我个人认为从长期来看 也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了如果各位如果是进厂时机比较晚 在28 29进厂可能还需等待2到4个月左右 但是我们做事啊投资也好买房也好 甚至于办移民也好一定要早 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说喝头口水的人 获得的机会会最大 我们可以变化的空间也是最大的 但是如何去避免这样的事呢 刚才我们说到第一做事果断看好了就尽 然后呢可以一开始的资金啊 不要设置的太大5000也好 1万也罢 对于大部分银行来说 它的下跌最大的空间或许就是在30%左右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是也是要及时和我们联系 不论是大家或许不小心按错了键 或者说买错了方向 只要在短时间之内和我们联系 我们都有办法帮大家解决 最怕的呢就是时间一耽搁 价格出现了较大波动之后 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了 第三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是呢 就是一点 咱们看事情也好 看这个投资也好 认准了大方向之后呢 其实无非就是赚多或者赚少而已 所以只要大方向是对的 比如说国民银行 西泰银行 它的垄断机制没有被打破 那么即便是现在短期的下跌 在未来来看 第一是一个机会 第二它迟早会上去 那我本人其实呢 也是买入了大量的国民银行和西泰银行 包括AMP的股票 所以我对于这三家公司 在未来6到12月时间 是比较甚至于说非常看好的 所以就让时间来验证一下 我的判断到底是不是对的 感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大家 如果大家对于股票投资 或者是银行未来的走势 有所疑问 欢迎联系我们 这个电话呢 就是8658-0602和8658-0603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